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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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问词 今天没有天子 那再讲这个有什么用 接着下面再给我们讲 周朝是封建制度 古代推起一位能人 出来当领袖 三房时代父子相继 到了遥散让给顺 天下为公 正是李运大同篇的境界 后如说 李运篇不是孔子说的 是老子之言 这是门户之见 气量太小 不足以读书 遥让顺 顺让鱼 退位让国 有唐鱼二代 唐鱼之后 除了唐鱼 真正为救民外 其余的都是在享受 天道好还 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 若拼命得来 算是好的话 大概都是篡位 当谁到得来的 都是以下犯上 如何能好 那么这个篡位得来的 那后面结果 一定都不好 好像当盗贼啊 抢来的 以下犯上 不是如理如法 得到天下 孔子曰 天下有道 此理悦 真法 至天子出 这是讲天下有道 礼悦真法 那么至天子 让你出来的 周王伐奏 革命得来 封建诸侯 政治只有中央政府 平时与礼悦交百姓 上学校 因为是人 都有情思 喜怒都有声音 不得齐平 则明 恐怕人不懂音乐 所以配上词 所以乡下农人唱歌 鸟也唱歌 在外头必须有礼 乐 有节奏 礼有节度 发而皆终结 天下就太平 先感化自己 国内的人 对外国人 要柔远人 以敌 也要去感化 对外国人 也要去感化他们 先以身作者 做样子 给人看 再不听 才去征法 他如果改 就算事情 办完了 这个主要 要先你 教化 那么教化 自己要先做好 给外国人看 那么 给他看 他不听 后面 才去征法 什么人来办 礼业征法 有道德的 君主 怎么称作 天子 天子要替天行道 天派来的 所以天子难当 若不替天行道 便是贼寇了 天子要有道德 再来又要有爵位 才能制定礼乐 有德无味 有味无德 都不可以 做礼乐 孔子虽然能 制礼乐 但是后人 称为 庶王 所以 孔子做春秋 孔子说 知我则 罪我则 都在春秋 今日之下 哪一个人是天子 今日都以前竞选 是买来的 今日有真华吗 华是华无道 今日都是真华老实 真华有道 分裂人的国家 两个德国 两个韩国 两个中国 两个越南等 这都不是人家愿意的 今日也没有礼乐 唱热门 黄色音乐 毁云毁盗 中央机关的报纸 也登罗你 外国允许如此 中国不允许如此 你是事该如何办 非礼 物事 物动 等等 不只是打工 作医而已 天下无道 则礼乐 真华 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 盖时事 稀不失已 这是讲天下无道 那礼乐不是从天子出了 从诸侯那里出来了 从诸侯那里出来啊 可以保持时事 不丧失 从前都能传 从前都能办礼乐征伐 百姓过得好 若天子失权 礼乐征伐 出自诸侯 各自为政 各国随便出主意 都不一样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苏同文 车同伦 从前有方言 内地最糟的是江苏省 三五里 语言辩不通 但是一写字 大家都懂 今日改成白话 无也看不懂 今天是有道 还是无道 那么这个是 雪露老人 质疑今天 这个情况 天下无道 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 盖时事 稀不失已 这诸侯 纵使办得好 不过时事 就完了 自己不能 支持下去 孔子说 这个话 是周朝 那个时候 以鲁国 诸侯 为主体 原来是 周天子 做主 平王 东迁后 诸侯 便统治不住了 这个 天子 就做不了主了 各地 诸侯 都各自为真 管不了了 至大夫出 五事 稀不失已 陪臣 持国命 三事 稀不失已 诸侯以下 还有大夫 诸侯 不听天子 大夫 也不听 诸侯的 最多 五辈子 五事 便失去 封地 这个时候 的大夫 是指 三家 大夫 如今日的 局长 今事 不就是 局长 为政吗 如今 有这一个 事的局长 和那一个 事的 局长 结为 姐妹 则 这是大无道 两次的局长 撇开 事长 而联络 已经不对了 又 结为 姐妹 而不是 兄弟 名不正 言不顺 天下 大乱 大夫 也必须 用人 那是 陪臣 不能说 礼乐 征伐 陪臣 持国家的 命令 最多 三辈子 这是指 羊辅 这就是 伦理所说的 其为人 孝替 则 不好 患上 不好患上 则 不好 作乱 孝替 也 则 其为人 知本 于 以孝 至天下 关系 很大 这个说法 是 那个时候 实在的事情 孔子说 这个有什么用 佛 孔子 都说 因果 后卢 只因 门户 之鉴 而不肯 说 因果 只说 天道 好还 其实 就是 因果 二 五 便是 一 十 如则 对于 天道 好还 半信 半疑 其实 就是 对于 孔子 知学 不曾 懂过 这个 读卢 书 的人 对 孔子 的 这个 学问 都 没有 真正 懂 无 讲 中国 历史 一直 到 中华 民国 千篇 一律 就是 因果 二 字 现今 中华民国 若要 办什么事 到机关 去找首长 也是 枉然 天下 有道 则 正不在 大夫 天下 有道 则 庶人 不义 天下 有道 则 正不在 大夫 天下 有道 则 庶人 不义 庶人 处事 横 义 恒义 老百姓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不该义 则 而义 吉南哥说 地利 何有 于我 哉 尧顺 对我有何 功德 其实 那个时候 才是 真的 天下 太平 天生 万物 天 何 言 灾 天生 万物 何尝 有动作 声音 所以 比谣 如天 这些言语 必须自己去悟 大文豪 能懂 这个吗 这个 也是 雪楼 老人 对这些 大文豪 没有真正 懂这个 道理 没有 悟这个道理 周五王革命后 陈王还小 周公 接着拜 就是大夫 掌政 所以管俗 菜俗 不符 周公 将陈王 交好后 还政给他 到周幽王 宠爱 包氏 而亡了西周 平王若不迁都 就另当别论 平王 东迁时 郑庄公 立了大功劳 但是 郑 也有大罪 左传说 郑伯克 断 于焉 郑庄公 对自己 家人兄弟 尚且如此 一般人 看不出来 王 东迁时 鲁君是 鲁慧公 东周 为平王 开始 起初 诸侯还 拥护周天子 鲁国有 慧公时 娶了 贾夫人 带有 印 印是 陪嫁的 是贾夫人的 姐妹 贾夫人 五子 那么 他 他 陪嫁 跟他一起 嫁给 慧公 他妹妹 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 就是 隐公 春秋 从此开始 后来隐公 的 生母 死了 国 国亲的 正乎人 若没有 生 子事 必须再 以他 国 定起 不可 由 妾 代替 但是 但是 鲁国 为什么 能够 这么 做呢 妾 上来后 贾夫人 又 生 一位 儿子 鲁汇公 死后 隐公 不肯干 只是 勉强 代理 等 他的 弟弟 长大 就 准备 他 弟弟 长大 把 这个 这个位子 那么 就 还给他 让给他 弟弟 孔子 住春秋 就从 隐公 开头 这是春秋 笔法 因为隐公 退位 让国 是一位 贤君 那么 他 依照 这个 规定 那么 让给他 弟弟 是一位 贤君 所以 孔子 说 吴起 为 东 周 夫 到了 孟子时 诸侯 都称 王 就 不行 这套了 诸位 在此 求学 办事 处处 未功 必有 好处 否则 唯有 害 自己 而已 有人 想在 鲁国 抓钱 于是 劝 允公 除 其 弟弟 正式 当 鲁军 有人 想在 鲁国 他抓 这个权力 所以 劝 允公 把他 弟弟 杀了 除掉他 他自己 正式 当 鲁军 不要把 这个 位置 让给 他 弟弟 允公 不以为 允公 不听 认为 弟弟 已经 长大 准备 让位 给 弟弟 自己 迁 居 到 外面 这个人 一听 果真 如此 自己 将来 不利 反过来 去 劝 樊公 杀 尹公 果然 把尹公 刺杀了 因果 报应 来了 鲁 樊公 的 夫人 齐江 是 齐君 的 女儿 齐江 在家 就和 兄长 相公 通奸 回娘家 时 樊公 也一起 去齐国 有人 劝劝 樊公 不听 被 彭生 惹死 这是 因果 报应 后来 彭生 被杀 变成 猪 又是 因果 报应 后来的 三家 孟 仲 记 就是 樊公 的 后代 称为 三 樊 建业 周天子 的 礼乐 三家 宗的 祭祀 后来 又被 杨虎 把权 一代 一代 倒霉 下去 招不可言 一部 二十四 史 直到 今日 都是 因果 报应 如今 高大鹏 写 《经》 是中国人 的 身份证 文章 《经》 所写的是民国初年发生的事情 无亲眼所见 丝毫不假 好 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